作曲 杨凯博 出酒之月 名为酒夜月 这是那位九夜神 年轻时候的故事 这位是专须国主 陆羽衣陛下 专须国 摸一下这无心服 无心服 你不愿拯救这个灵界吗 你不想获得这圣天灵气之力吗 十五望月之夜 便是月族灭亡之时 终于回来了 这是今韩少女生 潇洒冷酷 双朱好 我不行了 那女人是死 怎么和少女人 你也太受欢迎了吧 你也太受欢迎了吧 干吗呀 少叔大人 你 少主 您回来了 我先进去让人准备晚餐 少主就好好陪下尹姑娘吧 孟姑娘 这点小事让小的去就行了 进去 好的 好的 这个 那个 太久没在月皇城逛过 不知不觉就跟过来了 我这就走 告辞 等一下 进来坐会儿吧 来都来了 那 那 那就 进进进进进行 来 小心 进行 撒头 天涵 你带女儿回来了 你在说什么 十七年了 我认识你十七年了 第一次看见你和女孩子回花府 是时候要抛弃我这个至交了吗 她怎么了 日常发病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高去 尤其当年 空谷少爷 不是让你在里面等吗 对不起少主 空谷少爷非要出来迎接 我拉不住 你也觉得我碍事吗 孟爹 听说你们今天回来 我特意过来花月家这边 谁知道 谁知道啊 我来的不是时候 尹姑娘 这位是静月家的静空谷少爷 是幽兰少主的弟弟 哦 你好你好 那就不打扰你们了 先回去了 告辞 先别走啊 我还想听你们说说 花剑涵旁边那个女人是谁啊 回少主话 是花猛狄 你 废话 我问的是刚跑开那个 小人也不清楚啊 那还不快点去查啊 是是 北枝这就去买 花剑涵 小爹 他真是 小爹 准备一下 我要沐浴更衣 去见月皇 好的少主 剑涵你听我解释啊 我不是故意换你好事 追女孩子我擅长 要不我和你说说 最近啊月皇城那边 经常找琉璃执行重要任务 哎呀月皇那是在培养琉璃啊 可不是嘛 我就觉得这孩子从小有出现 都是先祖保佑 应月家终于要再度崛起了 嗯 李姐姐 小宁 李姐姐 姐姐 最近你经常不在尹月山呢 这就是大人的生活呀 哦 对了 李姐姐 优若姐姐回来了 啊 优若姐姐 我来喂你吧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不行 你双腿不变 还是我来吧 来 不用管我 你们继续 回来了 小琉璃 好久不见 佑姐 好久没看见你了 最近出了趟远门 怎么回来这么晚 比预想中还晚三天 能回来就不错了 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经历了什么 说来话长 我先去见父亲 最后再说吧 好 对了 老哥 我修炼的这个元灵诀 是怎么来的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不知道 反正就是好像有这么个疑惑 那得是十三年前的事情了 一位朋友送的 十三年前 朋友 男的女的 呃 女 男的 那个 我先去和父亲报平安 再见 走 来 是 走 来 走了 了 他 有一天 大荒谷 那段魂渊那边 游姑亲自前往 不妥 段魂渊乃是凶险禁地 而且那边盛起的消息 不如大荒谷可靠 月皇万万不可涉险 还是有在下前往 水铁长老说得不错 那铁长老万事小心 我自有分寸 事不宜迟 我现在出发 铁长老 参见月皇 墓长老 免礼 剑寒 大荒谷那边如何了 我已经让水灵和花行春 待人守着壁画 和大荒谷几条要盗 那壁画我显然看过 周边山地也挖过 但都是普通山壁 那悬阳族的事 调查得如何了 暂时没有发现 其他悬阳族踪迹 事情 估已了解 你先下去吧 是 为直告退 这大荒谷和断魂渊 同时传来无心浮的消息 也不知道 大荒谷 让明楼长老先过去守着 待亭山大人的事情搞定 姑 亲自去一趟 龙 最近 永夜狱的浪民 频频作乱 穆长老 要多加小心 放心 区区浪民 也翻不出什么风浪 我先派人加强巡视 一切 以庭山大人 和圣天灵气为重 等此间事了 再将永夜狱 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 一一铲除 父亲 完成得怎么样啊 可累死我了 本来就是简简单单送个东西 但是那个花月家少主 特别能折腾 弄得我累死了 好不容易才回来 她对你做了什么 就 就是让我帮忙破阵 还有帮忙找东西 只是如此 只是如此 啊 先下去休息吧 好的 女儿告退 花静寒是吗 什么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睡觉 明天又是全新的一天 爱人啊 人呀 你说 我珍isch 呃 啊 好 是我 这太阳还没下山啊 小占 又好 起来 什么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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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斩功法 熊练 凌厉 真彩 少主 进来吧 少主 莫长老找您 好 这就过去 这个不是 只是不知道放哪 暂时先放这里 要我帮您收起来吗 不用 先这样吧 快跑啊 老米杀进来了 什么 罪长已经向叶皇城求救了 我们赶紧跑啊 好 等我收拾下盘子 还收拾什么 命不要了